各位朋友们 各位韭菜难民们大家好 今天已经是7月份了 2022年 过去了 半年吧 这半年我们要总结一下 中二民共和国境内 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一 第一大中大新闻总结一下 就是 北京冬奥会 古爱宁国籍问题 古爱宁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他说 我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 我在美国 我就是美国人 然后 当然有许多五毛粉红 觉得非常开心 你看人家18岁 人家卫国 就 生在美国 然后在美国训练 回到中国呢 为中国获得了金牌 但我不理解这个跟粉红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让人家 国爱宁他的一些广告费 没有没有分给你吧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激动 我在美国我从来不会因为苹果公司股票涨了 我激动 因为我没买他的股票 跟我没关系 这是第一大 新闻 抵要件大事 上半年 轰动了这个叫 韭菜园子吧 就是江苏省 封县 体恋女事件 这一体恋女 生了七八个小孩 这个事件呢 他不光是 中国 知道啊 各种语言 阿拉伯语 日语 韩语 英文 全世界都知道 结果 不知道现在体恋女 是死是活 他人在哪里 就不知道 所以说天朝你看看这个 中央人民共和国他处理这个这种事件了 拐卖妇女啊 他 怎么搞的 有人问 大生的那你说现在体恋女会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他的结局是什么了 大概率 精神病院了 或者说 死掉 他如果死掉的对于党熬眼了 一了百了 你也别来找我了 就像七月份 现在是七月十三吧 七月十二 应该是刘晓波 死亡 五周年的认识 但是共产党一想你死了就死了 别来找我就完了 明白那意思吧 党也觉得这个点上没过 老讲天天流 那么别提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们飞船又上天了 我们空间站又建成了 我们航母就下水了 你为什么不提 刘大圣 大圣 你为什么不提这些党的伟大事迹 这个说实在话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铁链链链链链链链铛链铐铁铳 Guys behind 飞行员想不开 就属于 好像快要破产了吧 就是寻短戒 但这个我想说呢 就是为什么你还没有公开黑匣子 我搞不懂 这个事情也没人提的 第四 上半年 上海封城两个月 上海啊 这个东西是中国第一 一大城市吧 当年呢 武汉封城的时候 徐若然觉得 哎呀 不就武汉封城了吗 不会封到我们的 跟我们没关系的 结果 云南什么地方封城了 然后就一想 哎呀 云南的小城市封就封吧 不会封我们这些北京上海的 咔嚓 上来就给 上海封了两个月 上海人民 上海自从吧 18四几年 开铺以来吧 全城人民减肥两个月 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做了还是蛮好的 为上海人民减减肥呀 我现在在美国我也头疼 哎呀 肚子太辣了 减肥难受 党的话强制对你进行减肥 两个月 叫你吃不了一顿肉 吃不了一顿饱饭 你能不能不受啊 还有一个 精神压力大 你精神压力大 你很容易 你胖不了 为什么那个上海人他被关了两个月精神压力大 他不知道哪一天解封了 他不知道哪一天能吃上饭了 能去购物啊 你说他心理压力能不大 是不是 第五 丹东妇女看病被打事件 这个事情怎么搞的呢 就丹东啊 东北 丹东 有一对妇女要去看病 那是包括上海什么的 让你看了 回家待着 你有没有红马绿马 就中国是他是这样啊 已经形成那种 叫做高度的 那怎么讲呢 信息化 数字镣铐 这个奥违马 就像绿马红马 那就像数字枷锁 夹住每一个人 这个960万平方公里是个监狱 然后呢 里面14亿人呢 是韭菜嘛 他是个属于里面的犯人 或者说呢 把这960万平方公里想像成集中营 而里面的人呢 就属于那个 集中营里面的犯人 集中营里面的犯人呢 他也需要劳动 他劳动了 这个产品就到市场上去卖 哎 这个就解释了中国经济嘛 中国经济 类似于叫做集中营经济 外资企业到中国设厂 然后雇这些集中营里面的范园 低人权嘛 劳动力价格低 拼命生产 一天24小时 三半倒 啊 去 生产出产品 然后被那个集中营的脑大 就是共产党 低价的卖到市场 赚钱 那集中营里面这些犯人 有没有人权啊 这些工人啊 没有 手指头断了 滚吧 胳膊断了 滚吧 就是 你比如说那劳动保护 叫工人的维权 你想干嘛 你想颠覆国家政权啊 你还想想维权 这个又讲到维权就想到了 又一件大事 前几天发生了 河南郑州 储户要从银行提钱 要上法 结果全部都变成红马 让你寸步难行 前几天呢 三千人还去围攻光明顶 就 不 围攻了那个 银行 那党的话 立刻叫了一帮人 直接白衣人嘛 就开始打 军民雨水晴了 好 另一件大事 上半年 唐山烧烤店 多名男子 殴打女子 那个视频全世界也开始曝光了 唐山立马就出名了 唐山上一次出名 还是唐山大地震 郑也死亡了二十几万人 为什么死这么多人呢 因为当时大地震的时候 1976年吧 这个信息封锁 当时全世界民主国家 自由世界说呢 要去援助中国 结果 中安民国安官死要面子 怎么能让你来援助呢 受不了 然后就死了这么多人 一想到这个地震的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干过什么事情 当时台湾有过地震 全世界 人道主义援助嘛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吧 竟然抗议不让外国人 外国那个叫救援队进入台湾 说什么台独 我不知道 台湾地震了 然后人道主义救援台湾 跟台独有什么关系 所以 这就是属于共匪逻辑 共匪 最后一件大事是什么 中国各地 中华大地 大江南北 风起云涌 各种什么 砍人事件 上海 好几例砍人了 就是说拿刀直接 我看过一视频 拿刀直接砍自己老婆 当机 还有在大楼里面直接砍人 另外还有病人砍医生 就各种暴力事件 北京也有直接砍同事了 想不开了 疯了 哎呦 上海还发生过 是一个从美国留学回去的一个人 把领导给砍了 一刀斑命的 各种 你就可以想象了 各种 张建宗事件 听起来就害怕 然后有人又说 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 其实按照美国的标准 中国不安全 犯罪率很高了 有一天怎么可能 我举个例子 在美国 什么叫做犯罪呢 你呢 回家把你的小孩给打了 家庭暴力吧 在美国就叫犯罪 你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就你打你家小孩 按照这个标准 衡量 你说中国多少犯罪 你想一想 是不是 还有在美国 拐卖妇女是犯罪 人口贩卖 这个在美国是大罪 你想象 想象一下 中国多少拐卖妇女 多少掠断 掠断 儿童 这在美国都是 都是犯罪 你看这种美国的标准 你全是罪犯 按照美国标准 再加上美国这些贪污 什么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 你全是罪犯了 你中国犯罪率太高了 高得不可想象 食品安全 按照美国的标准 中国的食品 我估计全部安全 全是犯罪 什么水呀 饼干 咖啡 中餐馆里面那些菜呀 全是犯罪 按照美国标准 所以 很多人认为 说这 哎呀 中国犯罪率低 那要看 那是用中国的标准 用美国的标准 全是 空气污染 工厂里面搞各种空气污染 如果按照美国的标准 中国几乎所有工厂 全是犯罪 这是大罪 破坏环境的 你想象一下 还有 美国盖房子 各种的 就是你要保护残疾人 方便残疾人 还有盖房子的标准 要注意人体的安全 什么甲烷 乙烷 什么东西 要用环保材料 你要是在美国 不符合这个标准 那真的是犯罪 你按照这标准来 中国哪个不是偷工减料 啊 造了工程那些房子 桥 路 每个几年就烂掉了 一个坑一个坑 你说你不是犯罪吗 所以吧 总结而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半年 精彩分层 反正里面这些监狱里面这些集中营霸饭远过的也是很痛苦 总结一下 对于下半年呢 我认为呢会更加痛苦 因为要黄历下半年就要登机了 不好好割你们这些韭菜 那属于对不起人家这个职业啊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我的视频啊 谢谢 拜拜 拜拜